随着当前疫情形势的好转 前省正在逐步解除离厄离汉通道的管控 武汉市还将有计划的解除社区封控 随着这些社会管控措施的解除 原有的前面主机的相对静态管理将不复存在 需要采取更加精准更加主动更加管用有效的防控措施 防止疫情死灰复燃 进一步强化社区单位集体和个人依法主动申报健康的责任 发现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 要立即向附近的疾控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 同时加大好和和传染病执法力度 对任何隐瞒缓报缓报传染病疫情的违法行为 坚决依法处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